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美 所以其实假如你们喜欢泳池的朋友 我是建议你们买比较低楼一点的话 会比较好 你们就会感觉自己比较靠近的泳池 所以假如喜欢泳池的朋友 不需要买到非常高楼 不需要买到十楼 十一楼 十二楼 都不需要 只需要买低楼 这样的话你对泳池的景方面的话 就会比较美 虽然我们现在在这个项目的二楼 我们这边也是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原因是我们这边前面旧的公寓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低楼层的公寓 我们前面这一座公寓只有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层楼而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我们新加坡市中心 很多的公寓都非常高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抬头都未必看得到蓝天白云 但是这个项目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在这个潮向的话 这个潮向是潮南 所以非常宁静 这边前面没有什么 马路 所以都是可以非常忧心 可以听到鸟叫声 可以听到我们水池声 来 我们去看它的山房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它的客厅和饭厅 所以从这个这面墙到那一面墙 我看大概有3.1米 所以这边你可以放一个很大的电视机 五十五寸 没问题 然后再放一个小茶桌 再加上一个三人座的沙发 都没问题 然后餐桌方面来说 你可以放一个六人座的餐桌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摆放的就是一个六人座的餐桌 然后这边去放一个柜子都没问题 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说 在这个厨房 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 这边有一个推拉门 你可以把它关起来 然后我喜欢的是这边 因为这边是玻璃的 这边也是玻璃 那边也是玻璃 所以整个厨房都会比较明亮 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因为这个是一个corner unit 所以很多时候采光方面就会比较好 在厨房方面的话 其实发展商已经为我们准备了 序乎全部东西了 包括电冰箱 都是电冰箱 然后我们讲说 这边包括一些柜子 发展商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 所以这边收纳空间 储藏空间的话就相当多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可以摆放很多我们的那些碗 我们的煮饭用的用具都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品牌的话 在这个我们的Cookerhood & Hub的话就是Millet 然后这边有一个Oven也是Millet 所以在采路用的方面 这个发展商是非常大方的 非常大方 然后我们这些抽屉 都是有这种 Anti-Slam Mechanism Soft Closing 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这边 这边一面 门 这个门其实也是玻璃 所以采光方面就会比较好 从这边进来的话 你这边就看到一个是我们的 洗衣间 我们的洗衣机干衣机放在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工人房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那个 一个小书房 这小书房其实是两个空间的 那空间一空间就是在这边 这个这边一个门 那边有另外一个门 所以两个门 现在我们去看它的另外一个书房 看看它怎么样 OK在这个其实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很喜欢的是整个它的设计 都是非常 我觉得都是四四方方的设计 刚才我们提到这边一个书房 就是从这边进来 来我们大家来看 这书房之所以你可以当这边是个书房 其实就是刚才从厨房那边 可以通过来的 这个是个书房 可以通过来 然后在卧室方面 其实这个卧室 这间这间睡房的话最比较特别 为什么它会比较特别呢 因为在这边三间房间里面 只有这间的睡房是有阳台 是说从客厅的阳台 直接可以通到来这一边的 是唯一一个房间是有自己的阳台 有阳台 然后在交房标准的方面的话 我们木制地板 衣柜 包括空调都是为大家准备好了 所以这边 这个房间现在目前我们是摆放一个单人床 但是假如你们想要摆放一个双人床 是可以的 或者选择单人床 加上个小树桌 也是可以很舒服的摆下来 然后在另外一间房间的话 其实这个房间跟刚才那个房间 其实它的面积是差不多 是一样的 主要的分别是 这间房间是不带自己的阳台了 就没有阳台了 主卧方面的话 最很大 很舒服 主卧的方面 你看现在我们 现在是摆放了一个 king size的床 放下了king size的床 我们还可以放下两个床头柜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相当大 这个主卧是假如相比跟其他的公寓的主卧 这个主卧就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衣柜的话就是这一边的 也是到顶的衣柜 所以空间的话 你可以摆放你们的一些行李箱 就放在上面比较少用的 我们的衣服都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卫生间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卫生间其实整个发展商已经准备好了 它用的品牌都是比较好的 包括你看它用捞粪的品牌 然后澳洲品牌 然后这个是天然大理石 然后这边也是有带自己窗口的 那个淋浴间 所以整个 整个当你们拿钥匙的话 其实你们需要准备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多 你只需要准备安装灯 跟窗帘就可以了 其实因为这个单位是在 在一个角头 所以好处是说 它每一个卫生间都有自己的窗口 所以通风方面 采光方面都会比较好 这个是公用的卫生间 你看 在材料方面发展上都是用的比较好 都是比较好的材料 看这边都是大理石 大理石 天然大理石 天然大理石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收纳空间 一些收纳空间 还有两面很大面的镜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三方 Tree Plus Study 1109S 既然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联系我 我是Ken 我电话号码是 84997233 等下我再带大家去看 我们这个项目的 其他的样板房 等下见 拜拜